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瑞带领姚长等人领兵评判 结果不动军事的福瑞贸然出征死于乱军之中 在一系列的变故以后 姚长利用枪足在关中的势力自立 最终得以建国 想当初福坚对姚长颇为看重 甚至还把自己做过的龙湘将军这一称号赐给了姚长 其中的怀柔英雄之意不言而喻 只是没想到姚长一直都只是表面臣服 危机之时却保存实力作弊上官 但这只是从福坚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如果把视野再往回拉一点 就会发现事情也不尽如此 枪足与低足本是世仇 之前枪足首领姚湘 也就是姚长的兄长 正是因为被帝氏服侍击败 才会选择臣服于前秦政权 福坚虽然确实全力安抚了枪足 但这种民族之间的矛盾 不是福坚用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消弭的 之后福坚回到关中战败被俘 俘虏他的人正是姚长 姚长一点都没记当年这位仁慈君主的好 而是命人向福坚所要传国运系 但这方系福坚自己也没见过 当时只是在内部宣传中 把这东西作为一个虚拟IP打造了一下 以此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 姚长在索要无果后 最终一杀福坚 又过了几年姚长称帝建立后秦 大宴群臣的时候 酒喝多了的姚长问臣下说 哎 想当年你们和我都是秦国的臣子 如今我成了皇帝 我们之间变成了君臣关系 你们说我是不是有点太无耻了 这种话很不好接 大家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 但好在我们接不了 小人却会接 只听一个回答想起来 既然上天并不以您当皇帝为耻 我们又怎么会以做您的臣子为耻呢 听吧 姚长大笑为乐 然后是第二个故事 福坚的半个 当年慕容锤投靠福坚以后 福坚对慕容锤极为看重 甚至于不顾尊卑礼仪 牵着手跟慕容锤说话 有一个叫光座的臣子看不下去了 跟福坚说 陛下您对慕容锤难道没有疑心吗 他可不是那种久居人下的人 可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着这番真诚的劝谏 福坚竟然来了一波让人窒息的骚操作 他转身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慕容锤 也是自己对慕容锤没有猜忌 很多年后慕容锤起兵 大量秦国官员被俘虏后 表示愿意效忠 其中也有光座 慕容锤并没有匣子必报 反倒满含热泪的跟光座说 当年秦主待我恩泽身后 我侍奉他也尽心尽力 但却受到了你们的猜忌 我因为怕死才背叛了大秦 每次想到这些事 我就夜不能寐呀 光座听完这些话 也跟着慕容锤留下了 悔恨和心酸的泪水 慕容锤又赐金钱不博给光座 光座坚决辞谢不收 慕容锤说 你现在还疑心我吗 光座回答道 我过去只知道 终于我所侍奉的主人 想不到陛下您今天 还把我当年的事挂在心上 我怎么能逃过死罪呀 但慕容锤却说 这是你的一片忠心 而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刚才那句话 不过是玩笑罢了 此后慕容锤优待光座 任命他为忠常侍 最后是第三个故事 关于慕容锤 选接班人的事 慕容锤先后有两位正妻段氏 当年慕容锤在国内遭遇陷害 先段氏因此而死 慕容锤为此悔恨终身 后来他又续取段氏之魅为后段氏 慕容锤共有九子 先段氏后段氏各有两子 先段氏之二子为慕容令慕容宝 其中慕容令急得慕容锤青睐 而且早年间也一直跟在慕容锤身边 出谋划策屡见其功 只是后来遭遇了王猛的离间 父子离散 慕容令最终被杀 此后慕容锤顾念先段氏的恩情 又立慕容宝为世子 在称帝后以慕容宝为太子 但慕容宝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太子以后 却因形势荒唐怠慢 而遭致朝廷内外恶平不断 这个时候后段氏以为皇后 还劝慕容锤改立太子 后段氏是这么跟慕容锤说的 如果是在承平之势 那么太子做一个守城的君主绰绰有余 但如今时局纷乱 太子恐怕难以承担重任 辽西王慕容龙 高阳王慕容龙 都是陛下儿子里的贤明之人 您可以择其中一位立之 此外 赵王慕容林是奸诈之辈 将来可能霍乱国家 还是早除掉为妙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注意 后段氏提到的这三个儿子 辽西王龙 高阳王龙 赵王林 都不是后段氏所出 因此后段氏觉得 自己的这番提议很光明正大 但慕容锤却不是这么看的 一来慕容宝已经贿赂了慕容锤的左右 让慕容锤以为慕容宝行事端正 并无大错 二来慕容锤顾念当年先段氏的恩情 也不忍废除慕容宝 最终慕容锤拒绝了后段氏的建议 但这番话却传到了慕容宝和赵王龄的耳朵里 在慕容锤死后 后段氏为慕容宝逼迫 无奈自杀 但他留下的见解却是对的 慕容宝这个皇帝 一如他当年所料 并无乱世争雄的能力 几年后 正是在慕容宝的怂恿下 慕容锤同意了 让慕容宝领兵出征北魏 结果大军在参合颇早遇大败 第二年 慕容锤只能扶兵出征报复 虽然攻入了北魏首都 但却在回师途中秉逝 此后后燕的形势急转直下 北魏不久便趁后燕国丧出兵 攻占了首都中山 将后燕的国土生生结为南北两部 慕容宝无奈北逃 但后燕已经内乱迭起 慕容宝继位不过两年便被杀 在北魏的不断打击中 后燕快速衰退 最终被灭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分属于后秦 前秦 后燕 这三个国家在十六国的乱世纷争中最后全部都被灭过 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重的 但通过今天的小故事 我们却不妨从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这个侧面来展开做一些分析 写出姚长 姚长杀福坚 这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以有不同的分析 如果从不足仇恨的角度来看 这是复仇 如果单独从福坚和姚长两人的相处来论 则福坚的行为不免刻薄无情 角度不同 结果也不同 并无定论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其实是姚长和臣子们的相处之道 称帝后姚长竟然问臣下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挺无耻的 这种提问方式不仅荒唐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身份与位置 这反映出来的现实是 即便他接受了百官的朝贺 他也依旧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 在内心深处 他跟他的这些臣子们依然是平等身份 而这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管理问题 姚长建立的政权 并没有摆脱十六国时期 诸湖政权的部落联盟性质 我们在之前就曾经论及 组织形势的改变 是十六国政权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只有改变以往的部落联盟形势 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 才能形成更为有效的资源动员能力 取得更大胜利 这种追求从刘渊起兵以来 就一直是大部分五国政权努力的方向 他用现在的时髦语境来说 就是要改进管理模式 激发企业潜能 但从姚长的这番对话中 你并没有发现他有这个追求 相反倒是能看出他和陈下打成一片的融洽 但这对于一个组织的成长与壮大 同样不利 组织在壮大以后 必然会形成磕层制的管理体系 即便是再讲求扁平化的组织 职位和地位之间也会有难以逾越的高下之别 这是管理者实现权威和有效性的必然途径 如果你所在的公司里 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者经常高肩搭配 看一些没有下限的荤段子 那么高层在中层那里 还有多少权威考研工作安排 怎么可能顺畅通达 即使是在现代企业中 一家公司壮大以后 最初跟着董事长打天下的那些人 结局也多半是 要么淡出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 要么被董事长以各种方式和理由清退 能从打天下时期就一直坚持合作 三四十年的组合 凤毛麟角 这种逻辑也是历代开国皇帝 会屠杀功臣的原因之一 即便人词如赵匡胤 刘秀等人 刀不沾血 也往往会选择杯酒士兵权 把这些人赶出朝廷 让他们荣归养老 但如今你从姚长和他的臣子 这种类似于狗肉朋友之间的对话 能看出姚长有这方面的思考吗 再来说说福坚 在对待光座时 福坚和慕容锤的态度与方式可谓云泥之别 光座给福坚建言 福坚转身就把光座卖给了慕容锤 如果不是了解福坚一贯宽人的本性 你只怕还会认为这是皇帝在挑破两个大臣进行内斗呢 在福坚看来 他的这番举动应该能让慕容锤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但事实上这只是福坚的一厢情愿 你要是慕容锤肯定不是这种感受 而只会怀疑福坚这是要借刀杀人 或者暗戳戳的内心鄙夷 他软弱可欺 至于光座他就更心凉如水了 我好心劝你 你转身就把我给卖了 好吧 那就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对比之下慕容锤的手段就高明多了 反正光座都已经逃不出自己的掌心 那么饶了他而不是杀了他 就更能显示出自己的宽容大度 这简直就是在打免费的广告 要想收服别人的心 并不是说我保留的对别人好就一定能换来对等待遇的 虽然你对别人好 但别人也可能会为了利益而毫不留情的捅你一刀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但很可惜 福坚活了一辈子 似乎也没有明白 对姚长对慕容锤 他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信任 但换回来的却总是背叛 最后再来说说慕容锤 慕容锤和福坚在有些性情上极为类似 比如顾念旧情 接班人没有选好 这是后焉最终覆灭的最主要原因 而网上溯源根源又在于慕容锤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过分看重先段式的恩情以及周围人的意见 事后来看 后段式的劝谏是一针见血的 但慕容锤因为被私人感情蒙蔽 就对这番背负之言丝毫没有进行考虑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今天的这些小故事 虽然庙上的感触看似不同 但到最后 共同的指向却都是一个领导者的能力边界问题 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领导者的缺点 姚长 福坚 慕容锤 这三人与个人能力上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姚长虽然建立起后勤 但构建的所谓君臣关系却并不成功 完全没有脱离不足形态 这是这个政权的硬伤 福坚宽厚待人 但他所体现出来的人词都是小恩小惠 并不能真正受英雄为己用 而且有的时候 一些做法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比如说在对姚长和慕容锤的处理上 持于慕容锤 问题则是太过于看重个人感情 这实在不是一个开国之君的优良品质 后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 他的重情重义才是帝国覆灭的种子 他所选定的慕容宝 在军事能力 统育下属 眼光胸襟等方面 均不堪其任 抵持天下尚未一统 慕容锤实在不应该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 这三个人都是开创型的领导者 但他们也都因为自身的缺点 最终导致了自己国家的灭亡 而这里其实又演出了一个新问题 他们的这些缺点如果拆分来看 都不算是什么巨大的硬伤 但为什么最终却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答案是因为所处的环境 同样的缺点 或者说同样的性格缺陷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 宽厚仁慈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可能意味着一生平安 对宋仁宗来说可能代表了庆立新政的失败 但对福坚来说就是生死国灭的大祸 一样的道理 如果福坚只是一个耻诚于塞外的部落领袖 那么他和陈下的这种不分彼此 很可能就是能得人心的优点了 但想在争霸天下的游戏中走得更远 这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缺点 更近一层 一个性格特征 在不同的场景中所产生的影响 也是不一样的 丝毫容不得小错 这对品控人员来说是优良品质 但如果用在夫妻相处上 日子肯定就过不长久 那如今姚长福坚慕容锤面对的 又是什么场景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争霸天下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这个惨烈凶险的游戏 既然已经攻身入局 那么稍有懈怠 就可能会犯下大错 更何况他们还有如此明显的弱点 在期货交易中 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 人行中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里都会被无限放大 并最终决定你的盈亏 在下虽然没有自己做过期货 但对这句话却是很赞同的 在任何激烈竞争的环境中 人的任何优缺点 尤其是缺点 都会被无限放大 并最终引发失败 类似的例子 在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高手过招往往一个小破绽 就可以决定整个战局的胜负 与之相反的则是两个低手打架 胜败可能更决定于运气 尽管对手破绽百出 自己也破绽百出 但彼此可能都看不见 或者看到了 也不一定就能加以利用 有一位互联网企业大佬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大意识成功的经验千千万 失败的教训就那么几条 只要能避免了就好 这番话虽然有着苛刻的适用场景 但意义却不可谓不深 当你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极其惨烈的环境 那么任何错误都可能会导致失败 人生如攀登 越往上难度越大 对攀登者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 这时任何缺点都有可能变成短板 也就是领导者的能力边界 而这种能力边界上的不足 在碰到同一等级的对手时 会严重影响竞争发挥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企业中 这种因为领导者能力不足而导致失败的案例都比比皆是 而且很多的不足甚至可能就只是性格上的小瑕疵 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这种缺点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并最终填发失败 在迈向更高级别的竞争中 领导者面对的敌人并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自己 那些伴随了自己大半生的缺点与不足 都可能会变成自己的能力边界 这才是最可怕的陷阱 向上的过程就是成功的过程 而成功的路也只有一句话 完善自我 前面我们说的逻辑 其实不止对领导者适用 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职员来说 与职场升迁上也有一样的借鉴意义 你从基层被提拔上来 上司看重的主要是你的业务能力 对你的缺点并不会考虑很多 但再往上 他对你的不足却一定会越来越重视 因为当管理者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高 任何的缺点都可能会酿成大祸 所以有一句类似于废话一样的真理 才会这样说要证实自己的缺点 为什么说这像一句废话 因为它很难被做到 或缺点这么多 哪有那么多只眼睛去证实 嗯在这种身上缺点太多的时候 要想改进就只能打折处理了 先挑最紧要的改 什么是最紧要的 就是你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中最需要具备 但你偏偏还不具备的品质 这就是你最紧要的缺点 当你是某个单位的领导 那么抓大放小 卓眼宏观就是你的目标 如果这时候你眼里总盯着小事 看问题太具体 那就是你巨大的缺点 但如果你升职到了上级单位 做了办公室主任 情况就变了 这时候事无巨细 仅仅有条才是要求 之前的缺点全部都变成了优点 至于抓大放小 你就不要费那个心了 谁都知道有缺点就要改 但先认识到那个缺点是什么 才是能够改变的关键所在